字幕提供 OK 這一台是礦機 那有接110跟220 那主要有兩架礦機接220的電源 那這次 它電源是沿著 OK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這是冷氣插座 OK 冷氣插座 好 那今天打算呢 我們來做一個改造 就是將這個冷氣插座呢 接一個烏龍絲開關出來 然後呢 將這邊線剪斷 直接用鎖的 那這樣的呢 導電線跟接骨都會比較好 OK 那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 烏龍絲的開關盒 俗稱便當盒啦 OK 那我打算一樣 就接上15A就好了 因為一般插座呢 都是15A 不希望就是起到一個把握的作用 好 那就看一下接的效果如何呢 OK 那這個就是改裝之後的一個狀況 那上面的話呢 這個部分 這是原版的冷氣插座TX 那我將原本TX隱藏件的插座把它剪掉了 所以呢 線從裡面直接延伸出來 那使用的是壓接銅管 技術是用壓接銅管 不是用纏繞的方式 因為那比較 品質比較不可靠 而且比較不穩 然後呢 這就是另外再接一個NNFB 那我用的是15A OK 因為基本上呢 你家一本家庭呢 都有三個冷氣插座 那 它基本上電流量的分配呢 我這邊還是分配到15A 不希望它用太多 然後呢 我們下面的話就是將原本的延長線 就是TX的那個後段半部分 接美規的插座 我們一樣把它剪掉 然後呢 一樣我們要用壓接的方式 至少要用5.5的R型的端子 將它鎖上去 那上面也是用5.5 也是用壓接 一律用壓接的方式 然後壓接完之後 我們就鎖到NNFB 那在NNFB左邊呢 我再加一個 電鍍錶 那你也可以叫它瓦斯計 基本上是電力監控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電壓是230V 那電流是0.14A 那電力的話是4.4W 也就是說 你這些設備啊 因為你有接一些主機板跟電腦 那在待機的情況之下是4.4W 那我這邊分別是 美規的HX的話 接的是兩台框機 那兩台框機共有12張顯卡 那大概都是RX580系列的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用電量是多少 那我在前一期有一個比較早的視頻 有說就是Ridercard的部分 那在那時候呢 我是用操作的方式去監控這個 用框機的用電量 那基本上呢 跟這個顯示是差不多的 唯一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經過這個整個改裝結構之後呢 我們的220的TX 我們變成HX 是用鎖附的方式 那在相對的使用跟安全性 都是大幅的增加 尤其是多了一個MFB 它有那個電流限制的功能 如果你用電超過的話 它會自動跳開來 然後另外就是這一個電鍍錶的部分 瓦時計的部分 你就可以隨時來看就是說 這個瓦時計多少 那相對的呢 這個瓦時計是 會比一般所謂智慧插座 我相信是來得更準確 更安全 那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去打開礦機來看啦 OK 好 那我們礦機已經打開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300瓦 OK 它會持續的上升 因為呢 實際上挖礦動作還沒開始 那等它挖礦動作開始的時候呢 我仍然記得我之前在測用 那個一般 一般那種瓦時計啊 就是你外面可以買得到的 就是插頭式的 那監測到一台礦機 大概用電是800瓦左右 800多瓦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就是 我兩台礦機 這一個 電子式的電鍍錶 顯示兩台礦機的用電量是多少 還有它安培數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整個礦機 大概是多少 那這個當然不是說 只能讓你去監控礦機用 也就是說 今天啊你在使用電器設備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藉由這個電錶 可以穩固長期去監控你 在這段時間或是說 你只要不歸零的話 都可以顯示說 你的整個用電的度數是多少 我覺得相對也很好用 也不會比所謂的 智慧電錶 Wi-Fi電錶那種比較 去 那因為呢這個結構的 相對的安全更好 因為我們多了一個 烏龍絲開關 這個烏龍絲開關 比一般插座好太多了 而這烏龍絲開關就是說 一般在你家裡面 配電箱裡面用的 所以相對性的 穩定性跟安全性 這兩種組我覺得 是目前最棒的 好的我們先來觀看一下 現在它的用電呢 大概是 1.6K瓦 還在持續的上升 那在它打到穩定之前呢 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我使用的一個壓接的端子 那壓接的端子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OK這個 OK 這是所謂的壓接銅管 是標準的一個接線的一個端子 那 一般人呢 就是說所謂的電工 如果說你請一個水電的 它會不會用這個幫你做 就是說從這邊引出來幫你做這個壓接 我覺得 未必 因為它可能會用纏繞的方式 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工法 如果說你懂的話 最好是用這種東西 那當然還有一種就是 還有一種不錯的一個 連接的端子 這個是一個挖狗的 這是德國製的 那這個也是相對的一個非常安全可靠的 但是 如果安排量比較大的話 我還是建議剛剛那個 銅管壓接端子 那當然纏繞的話 有一定的工法 如果說水電工幫你去做一個施工作 將220引出來的話 做這種配置的話 那 因為 每個人的工法跟品質穩定也不太一樣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將你加220插座引出來 另外去做其他用途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先跟水電工聊一下 看他懂不懂這個銅管壓接端子 如果他都不懂的話 那 你請水電工來做這個施作 除了要花錢以外 他又不懂的話 我覺得 你可能要找別的水電工來幫你施工 那 那同時呢 我不建議就是說 你今天看完這個視頻 你覺得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動手去施作 那我是真的非常不建議 除非你懂基本上電的安全 還有這些工藝 你才去做 那這是一期視頻的分享 OK 那另外要特別再介紹一下 就是 也不用什麼特別 也是要介紹一下 OK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R型端子 OK 對 那這個端子的話 是 我可不可以看到OK 對焦了 OK 5.5-5 OK 你至少要用這種 5.5 那個 的端子 因為這個端子頭才夠大 夠穩固 然後去鎖在那個 呃 MFB的負載端跟它的 呃 一次側的部分 因為 因為為什麼要用這種R型端子呢 因為如果說 你不小心掉下去的話 它還是會在上面 那如果我們繼續 用一個Y型端子的話 呃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什麼叫Y型端子 它前面是開口的 那如果萬一 電功沒鎖完的話 就直接掉下去了 那也是比較危險 那 OK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用電量 OK 用電量來到1.7KW左右 那 剛剛講 800多W 之前用那一種 呃 簡易型的 簡易型的瓦斯計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用電量到 7.5A 那今天如果說 你是在挖礦的話 你大概用220的電源去做 那 同時要再簡單的 強調一下 或者是慎重的強調一下 你今天家裡面如果有三台冷氣的話 你不能可以 不可以把它的電 安培數用到滿 當你用到滿的話 你一定會跳電 因為所有加 所有的插座加起來 總容量 總容量的話 才會等於那一個 你家裡面配電箱 那個BlackR裡面的容量的限制 那你總 同時去插滿的話 那個容量就會爆表 所以你的 MV就會跳掉 這是一個 用電的基本嘗試 跟觀念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 那希望這一集的視頻呢 對於想要自己 你如果說你懂這方面的嘗試 又知道什麼DIY 又收過基本訓練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 請電工師傅幫你安裝的話 那希望這一集的視頻分享 對你有所幫助 因為這個才是一個長期 又穩固去接你長期用電 先附載設備一個方式 因為你用鎖附在BlackR上面 跟你用插座插上去 不用想你也知道 應該是鎖附的相對安全 可靠跟穩定 好 那這一集的視頻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你覺得有幫助的話 歡迎點閱 歡迎訂閱跟分享 謝謝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